大家好我是小池 这个视频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用苔藓 给乌龟作为一个冬眠介质的一个操作 其实不单只是苔藓 包括椰土制食 这种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介质 然后也是可以以这个苔藓的一个操作作为一个参考的 当然了你用这三个或者是两个混合来使用 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一个保湿 还有一个透气保暖的一个功能 这个苔藓呢 就是小池平时用来打包发货的一个苔藓 品质呢相对比较差 因为杂质会比较多 大家如果选择这些冬眠介质的时候 可以购买那些品质相对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乌龟进行冬眠的时候呢 用使用这种介质这种苔藓呢 或者是椰土或者是制食或者是其他的介质等等 就是比较容易得那个真菌 得了真菌之后呢 就比较难治疗 所以说就推荐大家使用相对好一点的 另外呢 可以先消消毒或者晒晒太阳 就是说提前准备好 那么第一步呢 首先就是要泡发这个苔藓 因为这个苔藓是经过压缩的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那种椰土 就是压成椰土砖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用血泡发这个 这种介质 好了 我们经过小池 努力奋战 然后这个苔藓终于准备好了 湿度 然后蓬松度也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准备好的容器里面 小池就比较推荐 天气比较冷的北方的龟油呢 使用这种泡沫箱 泡沫箱呢 它具有一个隔温性 就是对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呢 就可以防止乌龟冻伤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这个苔藓的一个厚度 或者湿度呢 就根据 龟的品种 然后当地的一个温度进行决定 如果是水龟呢 湿度就大一点 如果是半水龟呢 的湿度可以稍微低一点 大概的目前的湿度就是 稍微可能能够挤出点水来的湿度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厚度呢 就是最好是10厘米左右 让龟可以钻到中间或者是什么环境 因为有的龟油可能就用一个收纳箱 可能就要厚一点 所以说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准备就可以了 宜多不宜少吧 多一点的话比较有保障性一点 防止这个气温波动就是比较大 然后呢 我们就把 已经做好清肠工作的龟龟 当温度降到15度左右的时候 就提前把它们放进来 让它们自由选择 因为温度到了 它们想冬眠了 它们自然就会钻进这个苔藓里面去 因为小池这里呢还是比较热的 所以说龟就比较活跃 那准备好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容器放到一个比较安静 然后温度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 最好呢 就是加个盖子 这个盖子呢 就是这个配套的 开一个洞 这个洞就可以了 这个几个洞 我们忽略一下 一个洞就可以了 给龟龟呼吸 最后呢 就是平时冬眠的时候 需要进行一个检查 检查呢 就是这些戒指 包括苔藓 或者是椰土 或者是刺食 它都会蒸发这个水分 因为龟龟虽然说是在冬眠 天气冷新陈代谢比较慢 但是它的皮肤 包括背甲 还是需要一定的水分的 如果太干燥 可能就直接会干死 或者是说 这些背甲 或者是皮肤 都干瘪掉 就不好了 而且时间也会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 要及时检查以后 给这些戒指 进行一个水分的一个补充 大概多久检查呢 大家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温度 湿度决定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就让龟龟自由冬眠了 好了 朋友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